先将后盖这4颗螺丝拆出来 拆出来之后 把前盖和后盖分开 拿下来的时候 这上面先用力往这边拉开 然后前盖和后盖就分开了 这个就是控制板 我们需要把这两个螺丝拆开 这两个螺丝拆开 拆开之后用工具把这上面的插线拔掉 然后坏的就拆下来了 然后更换新的 新的这个接线 这个密头接线 对应的插好 这个是密头 插上密头接线 这个是喇叭接口 插上喇叭 这根排线是SD卡的 插好 排线蓝颜色蓝色在上 插好这盖上盖 按紧 那这个是音频接口 插这里 这根是电源进 电源输入 插第一个口 这是电源输出 等板电源输出 插第二个口 然后这个是485的控制信号线 在这里 这个是水平电击位置 这个是垂直电击位置 每个线都按到位 插紧 然后锁上两个螺丝 螺丝锁在第二个孔位 锁好之后 就可以把前盖打上 防水切有松的 把这个防水切 按到卡床里面去 然后将前盖和后盖 放的时候也是这样 先从这边放住 然后再放盒上 盒上之后 把后面四个螺丝打上 就可以了 那是歪 然后我就给你放到盒上去了 就在你那里了 我开了 我就直接放下 我那个包盒里面 请给您看 请给您看 开启 咱们 都将来 这样 能够 谢谢大家